字幕by H.O 字幕by H.O 字幕by H.O Hello 歡迎大家收看Breakthrough 我支持港超聯聲華節目 我是Kanis 鄉情 今週我會和大家隨意四場杯賽 當中以培育年輕球員為目標的標準流浪 人數越來越多 和東方龍獅隻出林鶴熙 還有從頭球隊懷抱的機籃 他們剛剛一場精英杯都有不錯表現 賽和東方龍獅1比1 不過就因為換人為規 不知道足種最後會怎樣處分 每組的手名將會直接晉身決賽 另外亦有規定參賽球隊必須有不少於3個U22球員上陣 14分鐘有遠振星的中路秋蛇 可惜無攻而還 接下來就有今季首次為球隊正選上陣 閃推過對手30多馬照起腳遠射 不過都未能命中目標的高尾斯 今屆精英杯第一個入球終於出現 劉詠生咬腰傳中 滿章撲出不遠 富力後防解圍不成 益了查維斯控定助攻被後上的陳兆君 鏟射入網 23分鐘半中南區率先打開記錄領先1比0 當然富力亦不能輕易放棄 袁振星在左路接應轉身避過對方抽射 可惜都是威脅不到南區的大門 之後就有查維斯在禁區頂 和隊友做了個撞場配合入禁區再會傳 可惜就沒有隊友接應 作為外援李安高都不讓太人尊味 自己都有腳佛球機會 南區門將賽指徒撲到第一下 之後回身再救 雖然就被盧烈斯撞到應一應 但幸好都不需要退下火線 球證哨色亦響起完結上半場 冠中南區21比0回入更衣室 到了下半場55分鐘 富力不斷找機會 後備入體的麥庫城接應橫傳 禁區頂控定再射 可惜角度不夠過不到賽指徒 後備上陣有表現的還有方魄論 左路看定傳中 袁振星入攝可惜 來遲半步賽指徒一抱入壞 袁振星這麼多攻門 可惜距離入球還是差點 去到82分鐘白鶴都有腳軟射 不過球證哨聲響起先 就算入了都沒用 而迪卡爾就不幸運 攔截後受傷被迫退下火線 但因為南區已經用完換人名額 剩下幾分鐘被迫20人應戰 有人數優勢的富力當然不想放過對手 後備上陣的伊高沙托利 左側斬對角斜線 林暄亭看盡機會入攝 忍著力按下去 蔡芝圖反應也很快 將皮球撲出底線 許利虎力RNF要面對各項賽事兩連 敗結果越來越近 李安高想力玩狂難 接應抽射但中柱 加上亦犯規在先 去到保時階段 富力高波送入禁區 滿前一個漏了 第二個都漏了 南區首帳目送皮球 綠出底線才送一口氣 最後一擊角球 還有謝嘉榮衝賣上來助攻 不過南區都有比圖挺身而出 口翠解圍守住勝局 最終貫中南區在精英杯列場 揭幕戰以1比0小勝負力RNF 黃先生和球隊上下當然開心 本年度高級組銀牌賽 週六下午率先在元朗大球場上演首圈賽事 頭場有港超新軍魚丸火拼香港飛馬 剛剛在上午令到重返頂級聯賽之後 首場勝仗的魚丸 十一分鐘獲得第一個起腳機會 黎培基左路石遠處可惜不中目標 至於上將迫和和夫大埔 拿回分的香港飛馬 十四分鐘由魯國球開到門前 大偉拉菲爾衝前一頂無攻而還 他們去到四十分鐘 又坐坐牧洲接應葛字街短傳推順軟射 可惜這句僅僅高出 兩軍上半場互無紀錄 更衣室出回來之後 戰方較上半場激烈 攻勢都入獄很多 陳少奇四十七分鐘接應坐坐牧洲傳送 扭過亞歷斯組半拳半蛇被陶俊喬接實 飛馬五十九分鐘 再有陳柏衡左路禁區頂送去軟柱 查理士衝前想頂 但就食五營 大偉拉菲爾接應坐坐牧洲回傳送入禁區 但門前的隊長陳少奇就頂高了 隊友查理士之後都有起腳機會 六十一分鐘左路扭過亞歷斯組射地球 但這球都考驗不到陶俊喬 下半場加維被動的魚丸都不是沒有機會 六十五分鐘加維蘭接被亞歷斯組長傳 衝路突破入禁區起腳 射得太正宗了 被梁興傑擋出 見你入不到這球 飛馬就立即作出反擊 陳柏衡左路傳中 陳廖峰遠處衝前一督 六十六分鐘終於打破疆局 飛馬三分鐘後 有機會再下一城 不過陳少奇沒有人錄的情況下 門前錯色機會 尾段魚丸有機會追成平手 袁世傑87分鐘駁到十二馬 十二馬尤家維蘭主理 誰知被梁興傑捉到路 橫身一份接實力保不失 兩關之後再無紀錄 香港飛馬最喜歡一比零小勝魚丸 拿到八強席位 另一場高級組銀牌賽 就在將軍澳運動場上演 有加聯元朗對李文 元朗開季兩場聯賽一和一負 相反李文開季還未輸過 狀態不錯 最搶鏡當然是尼迪利 這位九號仔開場三分鐘 仔做埋門機會 在右路推順勁抽 可惜告出 之後尼迪利接應長傳 右路吸叮幾下 假身再看團中 門前接應跳頂的是基華利頓 陳嘉佑回身撲出化解險情 基華利頓都忍不住要讚一讚尼迪利好波 正所謂一不離二二不離三 尼迪利第三個鏡頭 是來自鄭兆君相當精妙的轉身 再加直線 今次空起腳 質素反而就一般 元朗都不是完全捱打 羅振廷轉身巧妙擺脫 然後再高波傳蹤 入攝的新坦拿先用胸口迎波 再修正 然後再球不著地來的刀瓜 可惜都是高出 外援搶鏡本地球員都不差 這次有鄭兆君 禁區頂左腳抽射 可惜角度差一點 益散門將陳嘉豪 李文再來過 法比奧叔叔解圍身 彈去基華利頓腳下 扭兩扭再踩給後上的沙普夫 勁射炒高 去到30分鐘 新坦拿都有這腳佛球環耳顏色 不過都是高出 去到43分鐘 元朗都有明顯的機會 米基爾中路搶到波 眼前無人迫搶 順勢起腳射門 可惜都是其差一著 兩軍半場0比0 互無紀錄 逆地二戰後 戰情就有大大不同 鄭兆君偷到法比奧的控球後 再傳蹤 人從中找球成功的有基華利頓 可惜射門省中人之後軟弱無力 陳嘉豪沒收 誰知陳嘉豪把球滾出來的時候 又送禮給對面的沙普夫接應 看到定之後起腳射軟柱 可惜都是柱邊出界 尼迪利靜了一輪後 真的有入球出現 鄭兆君右路角球傳中 皮球彈出來 搶到球的鄭兆君再次傳中 今次有頭柱攝贏的尼迪利 舉舉一瞭便入 李文在60分鐘打開記錄 1比0 大約10分鐘過後 阿哥斯達與隊友三角短傳配合 由鄭兆君直線送入禁區 阿哥斯達最終完成簡單任務 去到2比0比數 同時亦是阿哥斯達今季第一個入球 特勢不饒人的李文 2分鐘過後已經可以奠定勝局 阿哥斯達後場一腳直線送前 李迪利突破對方防線 扭過出營的陳嘉豪 最後推射空門3比0 這場比賽李迪利回開二道 隊友的供應當然供不可沒 元朗在最後階段 都有繼續嘗試製造機會 後備上陣的卡珍奴 右路傳中 新坦娜深口控定在烏奧里抽寫 都是告出 最終李文在這場銀牌賽 以3比0擊敗街亂元朗 晉級8強下輪將會面對衛免結智 正應配A組揭幕自然週二晚 在旺角大球場上演 由標準流浪挑戰東方龍獅 東方龍獅開季在聯賽先後 擊敗加聯元朗和富力RNF 今場一樣氣勢迫人 無殺把握對方解惠失誤 禁區入面射個地球入網 六分鐘就幫球隊打開紀錄 他們三分鐘後有機會再下一城腳 林家衛中路禁區外 接應胡俊銘短傳起腳 只是在柱邊出界 東方龍獅之後 再有余子南在基南晚力壓下起腳 不能轉化為入球 機會不是沒有的 一分鐘後有林家衛禁區入面分身一射 把握不到機會 就被流浪攀平比數 20分鐘巴薪接應鄧浪文全中 門前頂成1比1 標準流浪入屏幕 10號巴薪 流浪三十二分鐘 再有謝偉俊將各球送入禁區 門前巴薪再次出頭錘 不過這次過不到曾文輝 雙方踢成1比1圓上半場 兩軍翼地再戰 流浪在後半場初段攻勢多了 鄧浪文46分鐘左路落底線全中 以為沒有人接應之際 謝偉俊衝前一射省中人 三分鐘後 流浪再有黃金機會 巴薪半單刀的情況下起腳 過不到曾文輝十指關 之後戰況一直交著 去到65分鐘 東方龍獅友余子南中路送入禁區 幫忙浩謙衝前起腳 誰知就被盧少奇及時出營封了 而去到74分鐘 標準流浪換走 于22球員鍾聲林之後 場上只剩下門將盧少奇 以及後衛文偉封 兩個于22球員 根據精英杯賽事章則 每場賽事任何時間 必須排出不少國三名 在1998年1月1日或以後出生的本地青年球員 而標準流浪去到77分鐘 才滿入李斯宏 以填滿最少三名於22球員規例 當中有三分鐘比賽時間屬於違規 至於有甚麼處分 便要留到足重公布 看最後兩個攻勢 保時階段 安基斯左路底線迴返後 被巴伸推橫起腳 誰知這腳只是高出 他臨完場前再有機會 推順射過地球 倒是不能夠幫流浪再添紀錄 兩軍最終踢成一比一 原場一人拿走一分 看完精華 就和大家看看杯賽走勢 高級組銀牌戰線 香港飛馬爾1比0小勝魚丸 拿到八強席位 將會於11月9日 和富力RNF爭入四強 而李文就憑著李迪利 梅開二度 以3比0擊敗街亂元朗 白騎將會面對著潔之下 正影杯A組方面 標準流浪和東方龍師踢成一比一 到折稿之前暫時都拿到一分 都是那句 有甚麼處分便有待足重公布 B組方面 冠中男區2比0擊敗富力RNF 全取三分 排這組的榜首 各位撐本地球球迷想重溫賽事和訪問 可以來到這裡 如果想直播期間和我們的平術互動廣播經 就要去到我撐本地球Facebook專頁了 提提你下載東網APP看直播 今集時間夠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